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对印尼强症所造成的死伤表达关心 也希望灾后的重建工作一切平安 好 欢迎今天的来宾台大政治教授 左振东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 王阿大学副教授 郭正亮委员 委员好 老平安 以及国际财经专家吕中达 中达兄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前两天才刚闭幕的APAC 这个APAC为什么要关注呢 因为在这场会议当中台湾有代表参加 2022APAC经济领袖会议在19号落幕 代表台湾出席参加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谈到他跟各国领袖之间的互动 那其中呢特别关注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另外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在贺锦丽这边呢 贺锦丽表示对晶片特别有兴趣 而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边呢 等一下来看看 他跟张忠谋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互动 好 张忠谋呢在对媒体说明的时候 特别补充说 他虽然呢没有明显的提出台海和平 但是他说各国领袖都表达了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希望 这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而张忠谋代表参加APEC 特别在对美跟对中 这两个国家的互动上面呢 周老师怎么看 请您先告诉我们 特别是对大陆的部分 外界关心的台海和平稳定 会因为张忠谋的出席 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忠谋此次出席APEC 是总统特使的身份 所以他跟习近平的见面 当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他有一些很温暖的寒暄 比如像他谈到他的髋关节的手术 那么习近平也谈到就是说 他上次跟他见面是四年以前 所以看起来两个人的互动还不错 那媒体可能特别注意到 他也祝贺了习近平 二十大连任总书记 那当然外界有很多揣测说 是不是这个蔡总统的授权 那不过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蔡总统的授权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互动 那如果是蔡总统的授权 那当然更具深意 但是我想就算是蔡总统的授权 张忠谋不会说 蔡总统不会说 当然习近平也不会说 但是毕竟作为一个总统特使出席这样的一个盛会 跟习近平又有这样子一个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互动 我认为对两岸对台海来说都是一个降温的动作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呼吁说两岸要对话 因为其实对话本身就是一种降温 更何况是这样一种轻松的方式 那当然也有一个宣示的效果 就是说两岸其实并没有真的来到了战争的边缘 双方还是可以有一些不错的互动 那同时跟美国的这次因为很可惜 不是拜登总统本人出席而是贺锦丽 但是拜登总统本人即将会出席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开工典礼 那到时候张忠谋可能也会去 那所以他们之间还会有互动的机会 那但我想过去来说在这个APAC 尤其在这个马政府时期 那个时候派前副总统出席 跟美中两边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那这一次我想也是双方也有这样子的互动 只是蛮可惜的就是说 是由张忠谋来出席 而不是由一个在政治上 有更高象征意义的人出席 当然我想这个就是美中不足之处 不是因为媒体的关注 都一直不断在追问张忠谋说 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说要强调台海和平 但张忠谋的回应就是说 他该讲的 他强调台海和平这部分 已经在两场演讲都分别有highlight出来 那当然这个张忠谋有特别提到说 这一次的APAC会议 在正式会议当中是蛮多的 非正式的会议也有充分讨论 他说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是有相当完美的成果 所以我想继续请钟达雄 帮我们来观察 这一次您看在APAC会议期间 台湾取得哪一些 您认为比较具体的这些重要成果 还有就是大家会关注的是 这一次台湾 那接下来参加CPTPP的机会 有可能因此提高吗 是我想因为上一次的实体峰会是2018年 所以已经隔了好些年 那毕竟实体总比是在这个线上 来得更有沟通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张忠谋先生 作为台积研的创办人 在现在台湾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这么举足亲中的地位 我想他出席也是洞见观瞻 凸显了台湾在整个全球半导体 他应有的一个分量 所以意义非凡 我想这就是所谓他提到 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同时还有看到说 这一次包含日本首相 新加坡总理也都有出席 那张忠谋先生也有机会 跟这些国际的领袖 做一个不管是双边的会谈 或是在晚宴当中的一个会晤等等 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提升 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是该给予肯定 但有关于这个CPTPP 是否因为这一次的峰会 而有更往好的方向走 我想关键可能还是在于两岸 两岸关系这边的一个变化 还有美国是否愿意在这个事情上 对台湾提供一些助力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为什么要去看这个CPTPP 全球现在大概前三大的自由贸易 这个协定里面 那在这个26兆美元是RCEP 这个是第一大 再过来是21.1兆 这是美墨加的协定 USMC它是第二大 那这个CPTPP它是第三大 11个会员国加起来 GDP是13.5兆美元 占全球大概13% 规模第三大 对第三大 所以我就先定例说 为什么台湾希望可以加入 是它有一定的分量 不只是可以消除一些关税的壁垒 然后也经由这个加入 可以倒逼改革 就是来做台湾本身的一些法规 等等的一些提升 那往下走有几个 可能会带来的优势 减缓产业的外移 让更多的台商留在台湾 享受关税的优惠 增加外资投资台湾的诱因 然后促使产业升级 就是关税这个减免下来 可以用于去做一个高端的产品的开发 然后刚刚提到 法治的改变必须要符合高标准才能加入 但最终是否能够往好的方向走 我想是回到刚刚所谈到 两岸关系还有美国是否在背后 愿意给台湾一臂之力 这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 那回到张忠谋 我来问一下 在21号这个APEC代表团 反国记者会上 张忠谋就抛出了另外一个重磅消息 我相信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 就是台积联在美国阿里松纳 亚利桑那州建立5奈米新厂之后 目前在台湾这边最先进的3奈米制成 未来也会在第二阶段 转移部分的产能到美国的新厂生产 不过事后台积电官方表示说 目前还没有所谓第二阶段 这个具体的消息 之前张忠谋在谈到 到美国设厂曾经表示过说 这成本一定会增加 50%甚至至少30% 但这是不得不得决定 5奈米之后 现在3奈米也要在美国 同一个地点设厂生产 虽然说产量不能够再跟台湾的相比 但是已经引发说 最先进制成外移到美国的担忧 怎么看张忠谋 他突然宣布这3奈米 也有可能 他现在是讲有可能吗 有机会去设厂吗 我们张总裁就是老实述啦 他就讲出大实话嘛 知道那个现场就是第一场第二场 那土地都留着 那我觉得台湾也有忧虑的 应该是两个部分啦 第一个就是说高阶制程 就是5奈米以下 那台湾未来可以占比多少 因为我们的南科那个3奈米 明年就量产 所以我们还是先啦 如果以这边真的有所谓3奈米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判断最早也要2025 那当然第二个就要看产能嘛 因为你看第一场 这个5奈米它的月产能只有2.2万片 这其实很小啦 所以我觉得要算总占产能 还是要看比重 因为我们台湾目前月产能 台积电的部分是120万片 可是这里面有包括成熟制程的 所以我就说要看占5奈米以下到底多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他会拉动多少相关的供应链一起去美国啦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忧的部分 就说恐怕不会只有台积电去吧 可能还有相关的供应链 因为它整条供应链是要一起 因为你很难想像说 这个它要飞来飞去嘛 不太可能吧 可是一开始也不可能比重就非常多的放在那边 月产能只有2.2万片 不多啊 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再提高 可是你的制程 你还是要有相关的中下游吧 不然你要怎么做呢 所以还是看它整个配套的供应链 所以就有人 我也有一些朋友在说 都在面临痛苦决定 就是周边的企业 不是不是半导体 台积电本身 是它还有一些周边的 那就在 事实上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有写出它的相关的周边产业有哪些公司嘛 知道它都点名了啦 现在都很痛苦 都点名了六七家左右嘛 比如说你 你又盖场的无城市啊相关的那些 要不要一起去 这种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面临to go or not to go 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 周老师我继续请教你 因为像讲到说到美国设厂啊 这个台积电在11月初 我们看到的新闻上面有看到 特别包机把将近300名的员工送到了美国凤凰城 就亚利桑拿州这边 然后呢后续还有6架包机啊 会把超过1000名的工程师陆续送到美国 美国政府呢在推动这一波半导体建厂潮啊 到目前为止 光是台积电美光三星英特尔 四大巨头 投资金额就超过了新台币2兆6000亿元 推动台积电到美国设厂的 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啊克拉克 他就说呢 美国政府推动这波建厂潮 最终要达到的结果是 中国是输家其他人是赢家 好问题就来了大家都很好奇 哇这句话说的真的还蛮笃定的 中国是输家其他人都是赢家 难道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我首先要肯定这个制作单位 以及主持人非常用心讲到了这个克拉克的这个情况 那事实上克拉克是这一次台积电去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推手 他从2019年开始游说台积电 到2020年5月台积电决定要去美国设厂 那个时候就设定在2023年会开工 那看起来是按照进度走 而且顺利地完成这个建厂的过程 那么到底是不是只有中国是输家 很显然的韩国不会同意 因为你要三星到美国去生产 比如像如果你要海力士将来也去美国生产 那么海力士才刚刚从这个英特尔手上 承接了他在大连的工厂 那他的工厂要怎么办 所以当然他的这个整个晶片联盟 或者整个阻止晶片技术 向中国大陆移动的这个做法 其实韩国也是一个受害者 当然我想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台湾 因为这个三奈米厂 现在在亚利桑那州即将开工的是五奈米厂 那接着下一步照张忠谋讲法 是三奈米厂 会不会未来最先进的制程都变成是在美国 当然他有可能在台湾跟美国同步进行 其实当初克拉克他们在推动台积电 去美国的时候 他就不是只针对台积电 他强调的是整个生态链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都要移到美国去 那当然台湾会不会有半导体产业 我认为还是继续会有 但是他在全球的那个占比 他在全球的领先程度可能会不同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美国科技业最近陷入了一波很大的裁员潮 推特有半数人力被解雇 Meta宣布裁员13% 总共裁了1万1000名员工 Amazon也要资遣1万人 而之前曾经在疫情当中相当风光的科技业 现在看到他们被打入原样 金融时报的编辑 这个Richard Waters 他就分析说Alphabet 还有亚马逊 苹果Meta 还有微软 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是飙升的 2020年成长了19% 2021成长28% 很多的CEO就认为 从这股2020年开始的成长势头 将会持续到2023年 但分析师预计今年的增长会回落到9% 跟2019年是相同的 现在看来这个成长的势头是消失的 很多科技公司的老板呢 最近当然也有部分就公开表示说 他们错估了这个2023的大环境景气 那造成这些科技业的CEO 误判情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俄乌战争 这个没有预期的战争 还包括哪些因素呢 委员您觉得 我觉得就是景气变坏了 因为你看Alphabet 谷歌它主要收益就广告嘛 那亚马逊如果连你的金牌会员 就Prime Membership 都卖不动的时候 那就表示消费量集体减少 所以坦白说是所有的 所有的订单都在下降 那你这些做服务业的当然 广告营收啦或者是你是在做销售的 你当然受到影响 就联手反应环环相扣嘛 对啊比如苹果的订单也变少 对不对所以 这完全可以理解啦 那疫情结束当然也造成了本来在线的 那些网路商云端的那个也会降低收益嘛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像疫情期间云端收入就突然暴增嘛 可是那个就是一种特殊情况 因为 因为大家没办法只好用你 就包括像线上教育也是 对就没办法实力上班嘛实力上课嘛 可是 真的回到 疫情结束大家回到实体面 就发现订单变少 不过在这个时候您怎么看 因为最近有看到说TikTok 他们这倒是逆势的去宣布说他们要增加招募的人数 我觉得可能是他发现了新的商业模式 因为TikTok 他本来在美国就是第一大外国啦 比如说他使用者大概有1.2亿 这相当高啊 那 当然不会只停留在上传影片这个阶段吧 对 那可能就会有人想在里面开始做 新的商业模式 我听说那个Twitter也是这样 就是 你不要看那个Elon Musk进来之后一直在裁员啊 事实上他开始推出一些很商业性的东西 对 比如说你可以不要看到广告啊 或者是 会员制啊 对对对他开始推出各式各样的会员制 蓝标要买 就本来不是这么商业性的 要推给普罗大众的 不过说到这个科技业一波又一波的这个裁员潮 我进一步请教吕兄啊 就是说呢 看到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是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到11月12号为止的统计啊 美国 初次领取失业金的人数是22.2万人 低于市场预期的22.5万人啊 大家看到科技业大举的裁员 可是就业市场现在还没反应过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怎么分析这项数据背后的意义 我先说明啊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投资人金融圈啊 严必称费成半导体 严必称纳斯达克 总是把美国这些科技巨拨看得很重要 可是事实上你去梳理里面的脉络 真的不要过度解读美国科技业的裁员 你看这个科技业占他的就业只有2% 只有2%其实很低 只是在台湾我们感觉他洞见观战 那美国真正在就业上的占比 比较是服务业 这里占了11% 我上个礼拜在这个频道提过了 因为他这个服务业的通膨他没有下来 就是他现在还在一个缺工的状况 还在一个缺工的状况 所以在回应主持人刚才提到说 科技裁员为什么就业还是很良理很健康 主要他的议题是在服务业 而不是在科技业 我想这个要先定位好 那再往下走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议题我们连续两个礼拜在追踪 因为这个美国的就业 根本上就是联总会货币政策的判断 如果你的就业还是这么亮丽这么紧俏 你的工资还是在高峰 就代表你的通膨是下不来 所以我们 就说明为什么说 要去关注这个议题 那目前来看 这个问题现在看不到缓解的迹象 主要就是 之前在这里也提过 因为你疫情之后 很多他不回职场 他领事业救济金 他价值观改变了 人生不是只有上班 不是只有赚钱 回归家庭 回归健康 那这些人也有技能 那业主就花了很多心思 高兴要把他礼聘回来 那各位是想 这样美国的薪资怎么降得下来 我讲比较有成熟技能 那在基层的这一块 因为你疫情 你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境的进出 那你很多移工现在 供给来源也受困嘛 所以在这个基层的部分 他的工资也降不下来 我呼应一下 您刚提到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特别这两天看了一个 天下在两周前的一个报道 台湾天下杂志 他们有一个报道 当中就讲到说 为什么解读就业市场的数据很重要 他说因为很多的经济专家都认为 就业市场趋弱 美国通膨才有机会下降 联准会也才有可能会暂停升息 甚至有可能会展开降息 这个说法您同意吗 绝对是如此 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去半世纪来看联准会 他的指标 就所谓的菲律普曲线 就是你的就业市场如果紧俏 你的工资是维持在强劲的时候 他一连串的机制 缓解最后就是通膨 是 所以你如果要把通膨给打下来 回到他所期待的2% 你要先看到美国的就业工资 他要下来 但是就我刚刚在谈 上个礼拜也谈 他现在看不到这个状况 那之前我引用过 联准会内部的调查 在过去的经验 什么时候工资的水准才会下来 到联准会升息循环的峰值 那 现在如果大家认为是 5.25%到5% 这个工资下来的时间点 合理的预估都已经到明年下半年 那代表什么 从这里往后到明年的可能 第三季左右 我们还在这个脉络底下 就是工资 还在高档 然后就业 也紧俏 然后你不时就看到 市场涨了 联总又出来 银派说 不要过度解读 单一月份 不足以证实 还需要更多证据 他就下来 我讲说 后来他就这个节奏 我们就会一直看到 明年的第三季 就业也不宜过热 对 不过刚刚说这个经济不好 这个当然 价还是得过 不过呢 这个用看有什么心情来 来过节 这个美国的感恩节 马上就要来临了 但是现在遇到刚才说到的 科技业大举裁员 美股的表现差有可能会让 美国人无法开心的度过 今年还传说呢 有人选择干脆 过感恩节 不坐飞机 开车去旅游 省钱算了 好 这个标普500指数呢 今年已经这个 中错了17% 那么NASDAQ指数呢 更是暴跌了将近三成 目前还是深陷熊市 没有办法脱身 高盛的最新的调查呢 显示说 将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说 今年的假期 季节消费金额 预计将会低于去年同期 现在看到裁员 然后面临熊市 通膨 这些多重的夹击之下 美国人降低他们 假期的消费 2022眼看剩下最后一季了 卓老师您的观察是 您有看到任何 好消息吗 人往往是这样 在困难的时候 要从坏消息中去解读它好的意义 现在第一个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 它的第一个好消息 如果要算是好消息的话 就是各大公司展开大规模的降价 所以以往都是到感恩节前才降价 今年10月就降价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石油价格也下来了 现在石油价格持续的下跌 已经来到大概每桶 每桶大概80块美元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 是有很大的这个激励作用 因为美国是需要仰赖 汽车代步的一个国家 那现在整个石油的这个价格下降 当然受到第一个欧洲的需求疲弱不振 因为欧洲本身即将要步入一个衰退 同时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封控的情况 有不少城市进行封控 所以它的石油需求也下降 这个当然就把这个全球石油的价格往下拉 第三个美国消费者可以还安慰的 值得安慰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就业数字还不错 刚才这个钟达兄提到了 就是说整个科技业在美国的就业市场里头只有2% 那整体来说今年以来 美国就业数字的增长 已经超过了疫情开始的时候 美国就业人数 失业人数 所以它整体的就业表现是好的 那当然这个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 就是说因为联准会的这个升息 它的效果还没有进入到整个经济体 所以还有很多的部门没有感受到升息的压力 那如果等到他全面的感受到这个升息的压力 这个数字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说到升息 就是说一连串的升息 当然造成这个美元的强势 但最近稍微有点回来 所以大家的关心是说美元的霸权 是不是现在遇到了挑战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传出说 在今年底之前要访问沙特 沙特阿拉伯 那目前的中沙两国呢正在寻求深化关系 推进一个不再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多级世界愿景 而目前呢这个传出是中国大陆要考虑入股沙特的阿美 那沙特阿拉伯呢也考虑要把部分石油 透过人民币计价 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讨论过多次 那现在沙特阿拉伯如果接受人民币支付 对国际 油市 期货 现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要看决定计价的比率是多少 我记得委员曾经提到过 26%就看他要决定 比例如何 那比例多少影响 至少我们看整体来看未来对于国际油市 您的评估 那美人不是跌到105了吗 对 就是有人预期这个会过 对 那从114跌到105 对不对 人民币当然会升值 这个幅度也不会太大 因为这个就是变成说国际支付人民币占比多少 他现在排第五 那他有可能会追过日币 那未来更好因为可能会有别的国家联动 比如说阿联酋搞不好也这样 那未来会不会从能源交易进一步扩道到 比如说从原油扩道到天然气 因为沙特阿拉伯如果真的做这件事 那就是第一个从这个 金本位被废除之后 1971 那到现在唯一 不用那个美元支付原油 然后不被颠覆的政权 对 因为曾经挑战过的政权 没有一个存活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 大陆央行21号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那么一年期的LPR是3.65% 5年期以上的LPR是4.3%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超过百成 就是说 超过100成以上 这很多城市 这个头期款的比例就降到了两成 其中包括了四川 成都 陕西西安 这多个城市 那么买房的门槛大幅降低 而除了买房的门槛变低了 大陆央行也规划了2000亿人民币 专款专用于保交楼 好 这个买房的门槛大幅下调 现在让买房子 钱就不再是问题了 而中央又在设立专款 在保交楼这一块 这一波的配套 中大兄您觉得 算是精准投放了吗 那对于房市激励的效果 后续的观察 好 因为21号北京这里才刚开了会 人行银保监会 针对这个提出了一个工作报告 我直接引述人行的看法 他说这一次的这个 一连串的动作 主要是为了进行房地产的逆周期调节 逆周期就是一个关键字 市场在恶化 你要逆周期 那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阻断弱化风险外溢 第二个是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个是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回应主持人刚刚提问 我觉得初步是有给了市场信心 那你说有没有达到激励效果 我觉得一步步看先求稳住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在关注大陆 甚至提出会不会有金融危机 就是在看他的烂尾楼 那初步我觉得到这里为止 一波一波 应该有给信心一个支撑 但是激励的部分 不是只有它内部 还有外部 我们刚刚也都谈到 这个联准会在这个 面对通膨的升息循环 对全球的资金都是一个相当的吸引力 虽然美元在这一波从928的114点多 现在大概 就在105 107上下 但是我觉得它不太容易下来 不太容易下来代表 美元在高档的时候 对亚洲对大陆这些资金 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那这个是流动性的问题 我觉得是外部因素要去关注 那内部的部分 我想 要回到它的GEP 马上要召开12月初的这个 中共中央金共会议 它是回顾过去这一年要展望明年 那我觉得到年底前 这里的数字都不能太难看 因为 前三季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区的数字 大陆的GEP年增率是3% 但年初它是设定5.5% 所以至少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相关的 工作单位在大陆来讲 年底前这一个多月要先想办法 把它给稳住 那稳住现在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房地产 第二个就是 动态清零这个议题 那动态清零涉及到消费 那近年以来 显然大陆的经营重创 就是两个问题 房地产 中央它在紧缩 大家信心没有 流动性开始在紧促 另外一个就是动态清零 严重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 那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要关注 大陆这个房地产 因为它直接间接影响了 大陆25%的GEP 很重的权重 那房地产是否回稳 就是北京中央中央 稳经济的一个 关键力量所在 那我刚刚 谈到初步我觉得是 有先稳住了 但进一步如何 看外部的美国联准会 还有内部它这个 中央中央经营会 有没有进一步的宣誓 或是举措 提供了很多的诱因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说 这个头期款嘛 比例降到两成 而且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他们之前 手套的房贷利率 之前的下限是4.1% 那最近这两天传续说 破三了 变成三字头了 但这个 在节目当中 其实委员之前也提到说 这先买了 但是后续呢 这个还是信心的问题 你后续要怎么还款 包括说你还不还得出来 长期来看的话 还是要得恢复市场的信心 对不对 没有错啊 就是 我们应该讲说 道路老百姓不是没钱 而是你钱要不要拿出来 因为昨天我今天就有一个朋友记得我一张图了 说因为日本开放旅游嘛 结果大陆 观光客就去了 结果日本有一个80万日元的包啊 名牌包啊 排队300个人啊 都是大陆人 所以表示有钱 80万日币一个包啊 那台币也要20几万 排300个人都是陆客 那日本 就访问了一些日本的那个 老板 他就说没有陆客真的不行 可是这也意味着大陆 还是你手上是有钱的 口袋还是很深的 最近在 大陆传出有部分的地方政府 他们就透过新社公司 买政府的土地 左手卖右手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呢 刚讲说河南郑州 近期出让的73块 住宅用地当中有54块是由市区政府 或者是旗下所属部门控制的当地公司买的 而且呢不少的公司是在宣布 土地拍卖之后的几天 或是几周才成立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刚刚讲说在郑州 还有呢像包括在沈阳 苏州啊都发生 这种左手卖右手买的做法 长远来看 它的风险是什么 它可能会垫高 它的价格嘛 这种招数台湾也很多啦 根本就建商自己卖的嘛 他为什么 房市很热络 对就是要 制造成交量嘛 那好像热络 那吸引这个有一些买家进入嘛 这个在美国不太可能 美国人不会做这种事 对 他就觉得太假了 就感觉就像个假交易这样 可是事实上他就是 大家没有信心嘛 那你要带动买器啊 不然人家不愿意进场 那台湾的房地产业者是 为了要拉高价 比如说明明你这个地方市价 真实买卖价大概40万一瓶 然后就故意一直换手 就炒起来 炒到50万这样 那这个风险就在这里 可是中间产生 就是这种交易的成本的话 会变成 交易成本这五多税啊 不是很好吗 所以得利的还是政府 获利的一定是政府啦 可是我的意思说你如果把房子给拉高了 那是不是能够进场的人会变少 这就是一个风险 买不起了 对对对 那所以 还是要去看他是不是比如说郑州 左手换右手 这样慢慢慢慢慢慢 他的价格有拉 拉很巨幅吗 在这个时代如果拉到10% 我看很多人就 又不愿意进场 对那个买期又收了 对对 不过讲到说这个 今天特别花多一点时间 跟篇幅来看这个大陆的房地产 因为说房地产在经济活动当中 往往是被认为说 是整个产业发展或景气的火车头 因为它可以带动整体向上发展 最近大陆智库呢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滕泰他就表示说 中国以房地产拉动经济的 快速成长阶段已经过去了 尤其经过2001到2021 这段20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总体人口城镇化率 就高达64% 接下来就是整理分化跟调整的阶段 前大陆经济官员刘世锦他则说 疫情这三年经济实际增速 低于潜在的增长率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所以他建议2023年应该提出 不低于5%的成长目标 学者建议 问学者 周老师 学者说建议呢 这个不能依赖房地产 带动经济成长 但是又不能够让GDP增长 这个经济增速低于5% 那请问一下 除了房地产之外 未来可以带动 中国大陆经济的主力的产业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到中国大陆经济结构的 三个重要的特征 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第一个结构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人口老化 那这种人口老化当然会削减它的购买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带动了这种养生健康产业的需求 特别是在疫情过后 不管是生物科技也好 或整个这个健康相关的产业的需求 不断地上升 比如像今年上半年 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风控的需要 核酸检测员 核酸收集员 那个薪水是多少 是不是一个月可以有台币9万块 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它需求大 当然这个也许是一个短期限 但它反映的是一个趋势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绿能的相关产业 因为这个习近平之前已经承诺 就是大陆要在2050年达到碳达峰 那2060年实现碳中和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会需要大规模的这种产业的工业结构的转型 所以新能源一定会是需求很大 比如像大家现在都知道 这个宁德时代 它这个锂电池 新能源的汽车 但不只是在汽车 整个这个制造业都需要大规模的转型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第三个是什么 就因为尤其在20大之后 我们看到习近平宣誓大陆要推动这种 自主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 不管是晶片或其他所有科技 资讯科技相关的这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怎么样进入日常人的生活 这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庞大的商机 因为你国内要有足够大的需求 你才能够支撑这个产业在国内生根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现在很多人在谈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所谓的数字治理 数字大湾区 就是这样子一个代表 讲到薪资 来接下来我快速请教钟达兄 这个大陆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31个省份的平均工资 北京上海平均的年薪 想到按耳之后是他们的年薪一定比较高 年薪多少呢达到19万人民币 是平均的 大概是折合台币89万 当然遥遥领先其他的省份 那特别看到这个报告当中 整体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三个 软体及资讯技术服务业 还有第二 科学研究还有技术服务业 第三个是金融业 您本身也是金融业嘛 那所以从工资特别突出的这三个产业来看 您觉得未来大陆产业发展的模式 是 我想习近平先刚上任的时候 他有一段话 我到今天多年的印象深刻 他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就是我们执政奋斗的目标 那么中共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 他唯物辩诊 他会先看在整个国企里面很多矛盾 那主要矛盾是什么 1978年之前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足 那历经了这四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到目前为止没有生产力问题 现在变成什么 是人民的盼望 跟实际上客观的环境产生落差 所谓的不充分不平衡这个问题 所以心之无疑的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至少我们现在过往这个训练里面 在台湾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都接受美式的这个思维 资本主义发展什么等等 可是我们也看到美式这个资本主义底下付出了很多是一个贫富悬殊差距很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判断未来大陆它要走的应该是比较偏德国模式 就是我是有制造业 刚才提到薪资 那这里应该就是一个热点 制造业 那我来发展卡脖子的这边 我要想办法去突破 那以制造业为一个基底 然后走向一个谈共同富裕 谈社会分配正义 这比较偏德国模式 所以如果讨论说下个阶段大陆的经营发展会是如何 我就要先扬弃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所熟悉的 美式的资本主义 这个如果最高所得的行业是软体资讯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跟金融业 那恐怕习近平会很失望 这么说 因为他要强调制造业 这里面哪有制造业 制造业如果薪水那么低 那谁要来制造业 对不对 薪水哪里高 为什么华为是属于什么行业 华为就是制造业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生物科技 军工产业 那这些人都不在排名内 美国就不是这样 美国绝对不会只有服务业领先 苹果那种行业 你说它是哪个行业 对不对 那个波音呢 飞机制造业 对不对 德国也绝对不是这样 德国十大公司有四家是汽车工业 那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 就是跟中央的想要设定的 对啊 所以表示你 你还2025要搞中国制造 结果中国制造都不在里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回到欢迎全世界 欢迎回来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 在习拜会之后呢 中美关系出现了和缓的迹象 这样的气氛呢 现在也开始影响到 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 在6月 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呢 中美的军事对话 一度因为8月份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访台而中断 不在最近的气氛和缓之后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林呢 跟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 22号呢 借着在柬埔寨参加 东协国防部长会议的时候 进行了会谈 奥斯林在会后强调说 美中需要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好现在看到中美两国在军事的 这个对话上看见一些迹象 那这是不是显示说短时间内 美中不会再有这个军事对立或是 很可能升高成战争的这个可能风险呢 我想先请教一下杜老师 好 我想这一次的会面呢 其实双方都相当的重视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会面呢 大概根据新闻媒体的揭露 谈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算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那根据大陆国防部的那个照片 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美方这一次 很像是Kirk Campbell 因为他是白宫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总监 如果他也参加 那表示美方对这一次的会议是高度的重视 不只是国防部的官员 还派了这个国安会的这个印太总监 当然Kirk Campbell他本身 以前在90年代 他就是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 专门管亚太事务 好 那所以第一个双方高度重视 第二个双方其实在之前是有一些交锋的 比方美国其实对大陆 在两军交流上主要的一个抱怨就是说 两军交流建立的沟通管道 本来应该是在危机的时候去沟通的 结果当培洛西来访 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呢 这个沟通管道居然没有用 所以那这个是不是就表示说 你大陆方面没有履行 当初建立这个管道的一个承诺 但大陆方面也有抱怨 他说因为双方的一个基础 应该是一个中国的 一个中国嘛 在美国讲叫一个中国政策 那你自己挑起这个危机 所以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 去维持我们原来的承诺 所以这次奥斯顶特别强调说 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 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双方对于彼此有抱怨的 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共识 两点 第一个在一中部分 奥斯顶重申了一中政策 那虽然他是美国制式的讲法 但最起码他重申了 那显然这个是魏凤和满意的部分 因为魏凤和也讲了 台湾问题是不可跨越的 第一条红线 第二个就是双方都同意 要加强沟通 要加强危机管理 所以看起来这个会议的结果呢 双方还是达成了一部分的这个共识 我请教老师 外界最近这两天都在看 有一些分析说 这表示说 其中要看是中美的这个地缘战略 有大改变 是这样子吗 我认为还谈不上大改变 因为这个只是双方恢复沟通的开始 那当然大陆有 大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恢复 是有期待的 美国当然更是积极地去推动这件事情 但是这一件 这个沟通对大陆来说 它是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 从源头管理台独 就是他看到了台独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是来自于美国的支持 所以如果能够把美国这个源头管理住了 那台独就没有办法再 构成那么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他对这一个 他认为目前为止 拜登政府的表态 是符合他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就是往他这个期待方向 去迈进了 是 所以委员我进一步请教您 所以刚刚听到说 美国的防长Austin他说 美中需要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我们怎么解读他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军事吧 这个Austin也只能管军事 科技贸易他根本就管不到 事实上美国安全与经济委员会 最近还提了一个 更尖锐的经济报告给国会 所以你还不知道众议院会怎么搞 那军事我觉得他顶多了 就是北京反制的那个三项取消 看能不能恢复 比如说战区领导的对话 然后国防部的例行的工作会晤 然后还有一个是海上军事安全 海上军事安全的磋商机制 我觉得他能够恢复这三项就不错了 我表示还早得很嘛 还早得很 对啊还早得很啊 我事实上是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乐观的 我认为明后年只会更激烈 所以大家不要从这种 好像只是一个氛围的改善 因为如果照理讲你要改善那三个取消 五个暂停为什么不能立即处理 对啊没有处理啊 所以中方现在也在观察美方的动作 当然是啊他对你不信任嘛 而且Austin代表的是行政部门嘛 你刚刚讲说国会部 Austin代表国防部 国防部对 他连经济部商务部都不算 对 还早得很啊 更别说是国会部门 而且我们尤其讲说众议院的 将来的新任议长 而且科技战11月21号才更 晶变管制出口才刚开打 还早得很啊 我认为还早得很 不要从这里就去推论 中美即将缓和啦 这个一定是错误的结论啦 难怪你这么不乐观 我是认为有对话有沟通 还是比没有对话沟通好 至少见面讲到话了 了解一下彼此的想法 那你应该直接跟魏晓和提出 那三个取消立刻取消 其实这一次就应该当面 对啊本来就该这样啊 为什么他不提 大家觉得提了也没有效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到底会不会恢复 我们从现在还看不出来 是看不出来 他们只是有谈 也许谈到了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不过这次看到魏凤和 除了跟奥斯林见面呢 他也见了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那洪森就表示说呢 在柬埔寨轮值东协的这个 轮值主席国期间 东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 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准 柬埔寨呢会积极地推动签署 南海行为准则啊 希望跟中方维持 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宁 也希望呢中检两军能够继续的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柬埔寨在这个改善东协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 那在南海的问题上又能够发挥多重要的角色呢 我觉得要先跳开 因为过去几个月 台湾我们已经塑造一个氛围 柬埔寨是一个诈骗 人口贩运的大国 我先定位它 柬埔寨不是只有诈骗 我们从地缘关系来看 其实这是兵家必争 从中国大陆啊 美国啊 日本到我们政府在推的新南向 魅宫河 柬埔寨所在的魅宫河流域 它是兵家必争 那柬埔寨本身这几年 其实经济的发展不错 对外资也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那台湾我在金融业 我们其实现在东协是还蛮努力在拓点 柬埔寨也开始有台湾的金融业进驻 这个钱的东西最敏感 如果没有看到商机 它就不会去那里嘛 所以我说不能只看它的诈骗 那我们来看它地理位置 它旁边是越南跟泰国 这两个是东协很大的经济体 海陆可以连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在中南半岛的这个战略位置上 是很具关键性 好 那么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它这个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往南边中南半岛 所以北京当局本来就跟柬埔寨 金边当局有相当好的关系 这是陆方中方的观点 那美日的这个部分 在面对陆方的势力持续扩张 也不会等闲适之 所以这里面有所谓的 媒公和的下游倡议 还是美国现在在谈的印太战略 也试图要拓展美日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跟中国大陆相抗衡 我作为收尾 这一次这个峰会 韩国领导人讲说 我们正活在印太时代 我自己很喜欢这句话 我觉得它点到整个 我们现在周边环境的一个金钥所在 那如果这是印太时代就代表 北京那里相对应的是一带一路 可能往后再看整个东南亚 这几个强权的布局 从这两个脉络看 图像会比较清晰一些 印太地区最近 不知 somehow为什么变得这么的重要 但确实是很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像贺锦丽呢 那他留下来的 拜登回去之后呢 贺锦丽就去访问了菲律宾 就在东南亚进行访问 特别见到菲律宾的总统 小马可氏的时候 他说我们 他是指美国 与你站在一起 共同捍卫南海相关 国际规则和规范 不就在两人会面的同一天 就传出中叶岛附近的 中国大陆海警 从非国的海军 手上夺走了 不明的海上漂浮物 好我想请教卓老师是 除了军事上的合作 但贺锦丽提出了一个 美非双边能源政策对话 启动民用核能核能核能 合作协议谈判 要投资菲律宾的基础建设 现在美国选择 跟菲律宾合作 开发核能的这个背后 它有什么盘算跟考量呢 您觉得 首先这是菲律宾的需求 因为在杜特地时代 他就一再强调说 菲律宾最缺的就是基础建设 就是要拉拢菲律宾 对 拉拢菲律宾 那美国拉拢菲律宾 其实还是有军事上的需要 因为美国从欧巴马时代 就想要在菲律宾扩大 使用它的军事设施 那它的一个目标 是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 它的军事部署 能更加的弹性 那现在因为两岸关系紧张 美国在未来对于两岸 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推演里头 也把菲律宾算在里头 就未来它有可能 要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 来应对台海的 这个可能的军事情况 所以这就使得 菲律宾的战略价值 更加的提高 更何况现在小马克思总统 看起来也愿意加强 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双方是一拍即合 所以你看到这个 大家就互相见来见去 所以我进一步的请教委员 习近平之前见了越南总统 我记得您特别提到说 在2023年 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 一定要想办法有一个突破 好 那习近平见了越南总统 贺锦丽现在见了马克思 未来南海问题的这些 不管争议争端 它会如何发展 您觉得 小马克思刚见过习近平 而且明年1月还要去北京 而且他的声明也公开讲 说他不会占边 而且要跟中国讨论油气共同开发 所以菲律宾还是一样 就是中美都在 其实他是聪明的国家 那因为他跟美国签有 2014就签了那个 交强国位的协访 那美国就投入一些钱 大概要在五个岛 或者说军事的方式 可能主要是方便军舰停靠 还有飞机停降落 出入国的界限 所以菲律宾真的是 在国际外交上面 它真的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